大家早啊,我等一下要搭巴士去 CK小鎮 然後,因為之前有講過嘛 選住宿的時候選錯地方了 所以 我等一下搭30分鐘之後巴士過去 然後現在就在吃早餐 我覺得我住的這裡很好耶 隨時 又可以煮東西來吃 然後 然後 湖外他們都會有這種 Baby Spinach 什麼 小 小baby 小baby菠菜之類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吃生的 但是我都把它拿來炒 我覺得很好吃 我有沒有想說要在這裡再多住一天 因為我覺得有點趕 因為我這樣我想要兩邊都逛 所以我這邊也想逛 然後那邊也想逛 可是我那時候訂的時候是訂了兩個晚上 然後因為我昨天拿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下午 我就也逛不了什麼 你在那邊買東西啊幹嘛的 就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 譬如說 一定要逛兩個地方 所以早上 中午過去 然後下午又 四五點回來 然後在這邊再逛一下 然後明天又要準備出發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樣這裡的行程有點太趕 就是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也沒辦法 所以就這樣吧 因為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那時候原本想要跟其他人去另外一個地方 但是後來因為他們那個太南部了 我昨天查了一下 我們好像約就是很 反正就是時間瞧不容就對了 太趕了 因為那車票對我來講有點貴 要一千多塊 台幣 所以後來我就只好放棄跟他們去了 我等一下如果有時間的話 小小的帶你們繞一下這間住宿 然後沒有的話 我再看我有沒有時間 就是可以錄給你們看 好 那我現在就來簡單的 Room tour一下 然後 我剛剛有沒有想說 要拍廁所給你們看 就是廁所有很多他自己隱私的東西 所以我想說那就不錄給你們看了 然後 反正他這個房子的構造就是 就是他一個走廊進來之後 有一個房間 那應該就是他的房間 那我就不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門就是我現在這個房間 那其實與其說他是房間 我覺得他比較像廚房 然後這個主人他是把廚房改造成 就是一個房間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因為 我半夜就可以起來煮東西吃 而且冰箱也在這 然後廚房也在這 聽起來很詭異 但是其實這個房間非常漂亮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廁所 這個廁所還有浴缸 我就覺得很酷 好 我覺得最近有點變涼了 我應該要買一件外套 這是門嗎 然後進來之後就有廚房 小櫃子 冰箱 桌子 接下來就是我的床 然後外面就是 我是住在一樓 然後他昨天 然後他昨天 然後他昨天跟我說他的房子在一樓 我就想說一樓 那可能就是 像台灣有些人家也在一樓 結果後來我忘記了這件事情 就是有些地方好像一樓其實是二樓 就原來這裡就是 所以其實我是住在二樓 然後他這裡就很可愛 還會寫一些字條在上面 就他的 比如說感覺 就會感覺在家啊 然後但是不要忘記 這裡也不是飯店 所以要保持乾淨什麼什麼的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 很自在的用廚房 然後還有附入地圖 然後這是我後來自己買的醬油 跟一個小的辣椒醬 然後重點是他這裡應有盡有 這邊看他有開瓶器 然後也有這種啤酒的開瓶器 然後各種餐具 重點是 還有筷子 然後下一層的 他還有這種打過泥的 我覺得也很酷 打過泥的機器 然後攪拌的啊 大湯槽 大湯燒 還有這種過濾的 塞網 我覺得這裡超酷的 就是他有壓三明治的機器 重點是你看這裡 他還有章魚燒的機器 然後有鍋子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他有烤箱 跟上面有 我不知道怎麼講 電磁爐嗎 也不是電磁爐 就是這種 我之前在美國有用過這種東西 就是他就長這樣子 然後上面有抽油煙機 大家早安啊 我剛剛原本想要去對面搭公車 然後我要買票 我就來找機器 結果機器竟然是在對面 只有在對面才有 所以我又 跑過來對面 然後我等一下又要走回去 欸這中間還沒有斑馬線 就是 還要繞一圈 但 算了啦 反正可以搭到 成功搭到 巴士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去買票囉 剛剛我不是興高采烈的想說 要去買票嗎 然後結果 我走到那邊 因為我昨天零錢 剛好在 昨天買 就是車票的時候 剛好用完了 我想說好吧 那就 至少我還有現鈔 或者是信用卡 因為我印象說 昨天他那一台 是可以用信用卡 然後走過去 結果我傻眼 就是他也不能用信用卡 然後只能投零錢 然後 我就 什麼都弄不到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我現在只好用走過去 走路過去16分鐘 我現在等紅燈 現在已經58分了 然後我走路還要走11分鐘 然後我車子是15分的 我覺得我快崩潰了 我要快一點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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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 拜託可以 成功達到 我剛剛真的錯過那一班車了 現在剛好就到我面前開走 因為他沒有 我找不到那一台的月台號碼 到底是幾號 結果我走過去的時候 他就剛好開走 我覺得我快崩潰了 然後我剛剛就在另外訂了一個 變成要玩 快一個小時 1點20分 然後 可是是搭那個很有名的 什麼 student什麼的 我忘記了吧 反正就是 到時候我再放在旁邊 就是那個很有名 會附飲料給你喝的那一個 好吧 好像比較欣慰一點 因為就是花了一點錢 就在體驗一下新的事情 可是這樣變成我在那裡逛的時間 只有三個小時 欸 我覺得時間是超短的 好吧 算了 至少要去看看也好 不然下次來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會錯過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竟然真的會錯過 那個巴士 因為剛剛 嗯 就是我不是沒有前買 那個公車票嗎 我就用走了 結果後來 Google Map 不知道帶我去 到一個 不知道什麼地方 不過我就覺得 這裡看起來有點熟悉 我覺得是往前跑 然後 其實我原本是搭得了 可以剛剛好搭上那台車的 然後 因為那台車 它不知道是沒有月台 還是怎麼樣 因為它是 從其他地方開來的 然後它經過這邊 然後再直接去下一站 所以等於說 這裡不是頭站 然後它就不會在這裡等 然後它就只是經過而已 然後我就就懷疑 它是沒有月台 它是在旁邊等一下而已 我就覺得很 因為我買的票是15分 但是 我在月台上面看到 只有看到20分的 我也不確定 到底是不是剛剛那台 但是我覺得應該就是 因為 那台跟我前幾天帶來的 還有一點像 而且我剛剛跑到整個 流冷汗 就是汗是冷的那種 滴下來的 好吧 還好這次的車票只是那種 可能 六七十 六十塊還是九十塊 好像九十塊台幣 就好像比較還好 買經驗真的是很焦慮耶 好煩喔 算了 大家希望那台可以真的 成功搭到就好了 這種 搭火車的 我都覺得很可怕 就是我都不確定 到底是自我那台 而且我剛買那個票 它不像之前的那個 Felix的有 QR Code 它就是一直的 資訊 然後跟個號碼 不然害怕到時候那個人 會跟我說 你這個不行喔 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我今天就只有待在這邊了 所以希望一切可以很順利 幫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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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就是結帳 然後就是用後面那個機器 然後你就是 它就是你把東西掃描一下那個條碼之後 然後旁邊這裡有一個 就是秤重的 就是掃完條碼之後 然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它就會跑出那個金額 然後你就再拿下一個東西 然後再逼條碼 然後再把東西放到那個 秤重的那個台子上面 這樣就OK了 然後你就再按那個 付錢的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用信用卡 然後直接放在上面 就可以直接付錢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就不用排很多隊伍 然後等人什麼的 我現在到了 在等的地方了 應該 那我現在擔心的是 就是它沒有QR Code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真正的 就是電子車票 就只有長這樣子 然後就沒有QR Code 所以就再看看吧 現在7分 還有13分鐘 希望可以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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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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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高级 为什么我之前要买那个Felix的 这到底是念Felix的 不知道 为什么我之前要打那一个 是不是傻眼 这个椅子超高级 没有看到吗 还有那个 厚热 这有萤幕 其实都很高级 而且我刚刚发现 只要他车上有多余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也有现金跟司机买 好像国光号也可以 对 现在觉得很开心 现在觉得 还好刚刚有错过那台车子 不然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可以搭到这台 因为这种巴士 我确定是在求欧洲都有 还是说可能只有捷克 还是 德国之类都不仅有 所以我觉得幸好能打到 觉得很开心 它下面还有就是可以有耳机 就刚刚那一幕有耳机 然后还有一个USB口 所以还可以充定 我们现在要去充定 好开心 我成功到啦 然后我刚刚先看了一下 就是回来的地方 是不是在这里 因为我怕到时候 又跟今天一样 冲到覆侧 但是我刚看了之后 我就发现他说 要在第六月台 但是我还是不确定说 到底第六月台在哪里 但我刚好看到 就是他的那个Felix 在那边有停了一台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在那边 然后之后 现在我就要走去 旧城区走路大概八分钟 现在这边好像还在 就是整修吧 所以还有一点施工的感觉 那我们就往前走走看看 前面会不会 就很漂亮咯 我只有三个小时 其实我刚刚都没走路 然后就是跟着人群走 我原本想说 这里很多观光客 感觉应该就不好玩 没想到超可爱的 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的地方 而且就是景点非常集中 你就不用走很远 然后离巴士站也很近 所以就是你一下来 就可以立刻走到这个 很可爱的小镇 然后它就有很多 小小的橘色的房子 然后就很可爱 然后最后来 就是这里有很多亚洲人 这是我在欧洲看过 最多亚洲人的地方 大概一半都是亚洲人吧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 的亚洲人有多少个 我觉得好好笑喔 刚刚连巴士上也都是 就韩国人 香港人 大陆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 好像还没有听到 但我相信一定有台湾人 这有一大团都是韩国人 觉得很生气 好奇怪喔 好像我现在在亚洲某个地方一样 我现在上去了 我现在上去了 我买了我的第二个墨镜在这里 开心 这里越走越漂亮欸 就是我原本以为那些小房子走完就没有了 就没想到就是后面还有这种 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感觉好像很厉害 去看一下吧 在这种那些街上 有很多人 你会做这个东西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我会用去做那个东西 你会用去做的东西 這邊其實也有水上活動 我剛剛說很多人在泛州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來這邊的話也可以戴泳裝 我剛剛還蠻多人在泛州的 其實算一般衣服也可以啊 反正就多戴一套就好了 這邊意外的很值得大家來 就小小的好可愛喔 鷹оп Memorial Canal 早上 coworkers 我剛剛竟然聽到有人在講台語 我覺得好熟悉喔 這裡真的很多亞洲人 超酷的 我現在已經回來CB這裡了 然後原本想說回來之後要去附近逛一逛 他們好像今天禮拜日全部都休息 路上都沒有看到 電機都沒開 看到有開的就是麥當勞 跟CK小鎮都不一樣 因為他可能已經很觀光了 所以他捨不得不開 因為這樣就會沒有錢 然後我想要講什麼嗎 突然間想不起來 今天這個小鎮真的很可愛 因為其實這個好像 亞洲人真的很多 然後原本想說會不會觀光客很多就不好玩 就會覺得 怎麼都是人之類 但是其實完全不會 就是他雖然很多觀光客 但是因為他真的太可愛了 然後又有很多有的沒的設施 而且他很多東西都縮小在一起 就是你不用走大老園 然後為了去找一個什麼朋友 他就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非常 非常可以去那裡玩 然後如果那裡的住宿比較貴的話 尤其我那時候想找青年旅館我找不到 所以其實也可以像我這樣子 就是剛剛好 不小心買錯地方 你可能就可以買在CD這裡 然後搭30分鐘的車過去 其實大概20到30分鐘而已啦 非常快 而且那個票價很便宜 大概50塊台幣 所以你來回就100塊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OK 大家可以試看看 哈囉大家 我剛剛 煮了很多東西吃 如果看我IG的話應該知道我煮了 彩椒炒杏 彩椒炒雞心 然後跟青菜 雞心 彩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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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蔥 然後還有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我吃的差不多了 這裡好多賣雞心 我不知道什麼 現在很便宜 然後我很喜歡吃內臟類 嗯 超好吃 然後我喝著我的 奶茶 因為我不是一個 很愛喝啤酒的人 然後但是我還是買了一罐 適合 我想看我真的只喝了一點點 我真的沒有喝很多 然後明天要出發去下一個 國家 又要去一個新的國家唷 好吧 那看我們會不會晚點見 我覺得好像應該不會 那我做個結尾好了 那我要說結尾 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訂閱 然後幫我分享給其他人 我覺得分享真的很重要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幫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你們可以幫我多多分享 然後 有事沒事也可以 追蹤一下我的instagram 然後我應該把它放在下面 有時候影片都沒有結尾 真的是我 真的是靠我最後一刻的意志力在結影片 我真的好懶的在用結尾 所以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需要睡覺 隔天可能又要幹嘛了 好啦 可能大家會覺得都是藉口 但是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訂閱 然後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